洛杉矶的清晨一片欣欣向人的景象 早高峰的堵车呢也是一如既往 可毫无征兆的路边搞过开始狂吠 池塘涌现气泡 大地出现裂痕 以十字路口为中心 整片街区忽然塌陷 所有人骑车逃跑 大地沉默大厦倒塌 掀起令人恐惧的尘埃 等到大地裂变结束 地面已经踏出巨型天坑 仿佛一张巨口 所有躲避不及的人都被它吞噬 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这一次能为大家介绍好看的新剧《拉布雷亚》 这部剧共五集 目前刚播出两集 趁热带给大家 主角是并不圆满的一家四口 爸爸当过二十多年的飞行员 后来精神失常出现幻觉 因此失去工作 也跟妈妈离婚了 总是借酒交仇 妈妈独自带着儿子女儿 灾难发生时 他们三人也堵在路上 天地巨变中 妈妈儿子先后坠入天坑 只有女儿幸存 爸爸得知新闻 第一时间赶来安慰 父女俩正在拥抱 坑里传来诡异奸笑 无数没见过的怪鸟飞上地表 所有人莫名恐惧 爸爸尤其震惊 因为这些鸟 曾在她的幻觉中出现过 可是为什么呢 再看妈妈这边 她坠入深空之后 最初陷入黑暗 后来穿过亮光 暂行时好发无伤 还到了另一片绿色世界 她的第一反应是找儿子 没注意身旁有个手印石头 也没有注意 婚戒掉在了旁边 远处有一片餐天浓烟 那里就是他县中心 掉下的汽车和建筑 堆记如山 幸存者也密密麻麻 所幸儿子也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看见浓烟远远找来的 母子俩庆幸之余 举目似望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不知不觉 旁边已经聚集了 一大批的幸存者 他们都毫无头绪 只知道自己确实活着 坠落时也都穿过了天上的光 可能是他救了大家一命吧 这个男人是唯一的医生 也最冷静 他认为不管真相如何 现在天色渐晚 当务之急事 搜寻水 庇护所和食物 号召其他人分组收集 母子两人找物资时 有些偏远意外遇到一头野狼 他们逃下营地 可其他人也在逃命 因为还有更多的狼从四周包围 一个男人拎起棍子反抗 却被咬死拖进丛林 另一边儿子也被狼扑倒 这个狼还想扑咬妈妈 结果被一个叫小黑的一枪击毙 妈妈掀开儿子的衣服 发现伤口比预想的糟糕太多了 医生给他进行简单包扎 但没法防止感染也没法止血 那需要抗生素和专业的缝合工具 找不到儿子还是得死 妈妈焦急思考 想起坠落时有一辆急救车也掉了下来 儿子的生存希望就在车里 他二话不说上路 因为急救工具太专业 只有医生能识别 所以他也赶上了 两人在途中遇到小黑 他刚好知道急救车的位置 给了人带路 但是到那儿要赶很久 抵达前我们先看看爸爸和女儿这一边 爸爸最早出现幻觉是三年前 在那之后石油发作 但他每次看到的都只是树木荒野 今天他首次出现了不一样的幻觉 最初是遇见到怪鸟会飞出洞口 后来也看到妈妈儿子奔跑在荒野上 他觉得他们没有死 自己的幻觉应该和天坑有关 准备找政府的负责人谈谈 负责人是国土安全局的首席女博士 他宣称今天是自然灾难 洛杉矶的拉伯雷亚地区 塌陷出世界上最大天坑 他深不可测 但可以确定坠落者绝无生还希望 他说自己对天坑值得甚少 并对遇难者感到同情 其实吧这两句都是谎话 他对天坑真相已有了解 只是不愿意告诉民众 他测算出天坑至少有两万英尺深 也发现了坑里的奇怪光线 他偷偷派无人机深入录像 可惜才进光线就失控坠毁了 几乎同时呢 爸爸再次遇到幻觉 看见无人机残骸落在荒野里面 连编号都一清二楚 他直接找到女博士 声称自己能看到无人机残骸 还把编号爆出一字不查 女博士深感震惊 但为隐瞒真相 没有理他 只是命令手下引起他 爸爸只好自己挖掘线索 他最近幻觉看见妈妈待在手印大石头旁 碰巧那个石头他也见过 早些年他还和妈妈在石头旁合过瘾呢 他匆匆赶去找线索 女儿和其他家人都觉得他疯了 但是他从石头旁挖出了妈妈掉落的戒指 女儿证明今早妈妈确实戴着这副戒指 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儿 但可以确定 妈妈和儿子一定活着 爸爸发誓要找回他们 入夜时分 妈妈一行终于找到急救车 取得了必须的药品 他们注意到车后涂着洛杉矶市好莱坞山的图案 碰巧远处的山形状跟他一样 难道这里也是洛杉矶 三个人正在疑惑呢 一头剑齿虎咆哮出现 第一季结束了 第二季开始时呢 小黑连开竖枪毙掉剑齿虎 只是没想到竟然还有另外一头 医生猝不及防坠落山崖 老虎猛扑另外两人 不料忽然掉进坑里死了 这是一处尖刺陷阱 看来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一批更早的居民 两人管不了那么多 又去搜救医生 次是天亮才找到 医生摔伤后背 没法行动 儿子又密血一线 妈妈面临两难 仍不忍抛弃医生 跟小黑扶他上路 黄昏时分呢 三个人终于返回营地 儿子已因失血过多 浑身冰冷 也因为伤口发炎一时模糊 还好妈妈及时缝合伤口 注射抗生素 让他脱离危险 医生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置 妈妈这边的主线算是告一段落 爸爸这边找回妈妈戒指之后 女儿终于不再把他当疯子看待 那要想救回妈妈 还是很遥远 今天他看电视 发现一位叫沈博士的人宣布 前这儿天坑爆车的怪鸟 并非是现代物种 而是公元前一万年的物种 他也不知道怪鸟怎么来的 爸爸灵光一现 把自己的猜想全告诉他 坑底呢 另有一个世界 它的时间线是公元前一万年 怪鸟就是从里面飞出来的 自己的家人掉到里面 并且仍然活着 沈博士嗤之以鼻 爸爸便把妈妈的戒指给他 让他用碳元素年代测定法 测定戒指是不是来自时间 就算失败 他也只是浪费了几个小时而已 但一旦成功 他可就有了举世震惊的大发现 沈博士想了想 同意了 可几个小时之后 爸爸忽然被国土安全局的人 强行带走 特工一言不发 把他带到了女博士面前 原来呢 他全程监视着爸爸 沈博士的检测一出结果 他就拿走戒指 并且把爸爸请了过来 碳元素测定法显示 这颗戒指确实来自公元前一万年 看来 母子两人很可能穿越回了过去 爸爸所谓的幻觉 也大概率是真的 可能他跟另一个世界存在感应吧 女博士对他加倍重视 让他加入自己的团队 见识了许多的机密信息 其中最显眼的是一款新式飞机 可以渗入天空 爸爸既然有特殊感应能力 又有几十年的飞行经验 简直就是天赐良人 救援行动终于可以开始了 第二集到此结束 到这儿呢 设定已经能猜出眉目了 妈妈儿子掉入天空之后 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是公元一万年前的洛杉矶 他的戒指掉在手印石头旁 一直埋到现代 直到最近被爸爸挖出来 后面的几集呢 应该就会围绕着 这两个世界的设定所展开 不断地填坑和完善细节 等到出了新的剧集 我再介绍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